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决定致新型冠状病毒或者俗称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但是他们不建议以正向宣布作为理由 限制对中国的旅行或贸易 不过意大利在昨天晚上首度确诊两名武汉肺炎的感染者之后 就宣布暂停所有往来于中国的航班 这使到意大利成为全球第一个在政府层面 宣布全面停飞中国航班的国家 意大利首次出现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 总理孔特周五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两名患者都是中国游客 目前隔离治疗中的两人情况良好 他们曾经留宿的酒店房间也已经封锁 孔特因此呼吁公众无需恐慌 与此同时意大利当地有一对来自澳门的夫妇乘坐邮轮期间 妻子因为出现发烧症状怀疑感染了武汉肺炎 船上6000名的乘客一度被禁止上岸 不过在医务人员登船对这对夫妇检查结果显示为阴性之后 邮轮上的游客才被允许上岸 把镜头转到美国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西利西宣布 当地出现了首宗武汉肺炎人传人个案 这也是当地确诊的第六宗病例 60岁的男患者实在也是确诊病患的妻子 从武汉回国之后受到感染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扩散 并且在中国境外出现了人传人病例 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张勋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发言时表示 目前武汉肺炎的疫情形势严峻 国际社会更需要的是保持团结 避免因为过度反应而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状态仍然很担忍 但在其中我们的准备是变成更加势 我们实在进行进行 武汉肺炎疫情正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开始人传人 而中国境内的病例数量也在急速增加当中 世卫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 他粗略估计这种病毒的致死率大约是2% 但是由于确诊和死亡病例还在累积当中 专家目前也只能够粗略的估算死亡率 如果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 那武汉肺炎的致死率还是比2003年肆虐的SARS来得低 作为对照的话 当年SARS病毒的致死率大约是10% 其实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就让人联想回了2003年的SARS疫情 SARS疫情是在2002年的11月份 首先在广东顺的爆发 医疗机关当时已经发现 这种不明肺炎是由新型的冠状病毒所引起的 由于当局隐瞒了疫情 结果导致疫情扩散到临近的香港 台湾和新加坡等地 进而再扩散到加拿大 欧洲等地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公布的数字 全球一共有8069人感染了SARS 775个人死亡 当年广东防治SARS专家在研究SARS如何承染给人类时 曾经指出广东人爱吃野味 而普遍成为广东人桌上菜肴的国子梨 正是SARS冠状病毒的主要载体 但是在SARS疫情爆发10年之后 最终研究结果就显示 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 是一种名字叫做中华橘头符的蝙蝠 国子梨只是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 不是天然宿主 它也是被传染的 无论如何 不管SARS的宿主是中华橘头符也好 国子梨也好 当年疫情的原生就是吃了野味 而来到17年后的今天 武汉肺炎爆发的祸首 也是因为吃了野味 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中国人和海外华人 或者其他的民族不愿意 隔除吃野味这种饮食方式 类似由野生动物引起的病毒 还是会再次肆虐人间 再次为人类带来灾难 再次为人类带来的